经济观察包记者张彬,一度基宣福布斯富号榜及林生前五位,曾宣称此本市场要给人家回报,利源精致002501SV的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民曾经有过进一步的转型畅想,然而,趁要转型高铁制造的利源精致,如今却深陷债务泥潭,股价格是一度闪烁,资金是利源精致的最大支头。 为了推进高铁项目的进展,今年以来,利源精致增加了大量民间借贷及融资租赁,债态高筑,三季报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利源精致的负债总额高达82.88亿元,其中,流动负债合计59.15亿元,非流动负债合计23.73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利源精致营收同比下降,84.05%,口费后进利润亏损9.54亿元,同比下滑314.48%,为了推动产业结构,从低端迈向中高端的转型。 2015年,怀有高铁梦的吉林富豪王民,张永霞夫妇控制下的利源精致开启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步。 利源精致当时宣布投资于50亿元,建设沈良利源轨道交通装备项目以下检测沈良利源项目。 住营业务从旅财新加工转型高端装备制造,然而,这一项目如今并没有帮王民实现高铁梦。 相反是成为利源精致的的烧钱利器。 记者查询中信箭头证券此前对沈良利源项目的现场检查的一份报告显示,其中发现了很多异常中信箭头在报告中称。 截至2018年6月末,利源精致的沈良子公司已投入约101亿元现金流量表口径,总投资额较大,为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这一数字与此前披露的与50亿差异较大,由于沈良利源项目支持未达产,利源精致陷入资金流动性危局。 如今,利源精致、王明、张永霞夫妇接连债务委员,王明、张永霞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遭冻结,上市公司与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而其中的债主就包括名下首付贾天将。 2018年9月7日,利源精致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问群函,其中的问题三指出,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3.75亿元,较期出增长523.44%,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工程及设备,预付款期末余额为6.58亿元,较期出增长86.41%。 在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预付款项却出现增长,利源精致在2018年12月4日回复深交所的问群函中称,沈阳利源于2017年下半年,其厂房设备陆续聚工投产,但业务量较小,为了使沈阳利源具备一定的承接订单的能力,并通过生产制造,使新招聘工人尽快成为熟员工。 上市公司母体将部分业务及订单转移到了沈阳利源,但由于公司财务人员变更频繁,客户同意配合公司订单转移后又出现反复,以及时任董事长王民身体状况签加等因素。 公司存在重复计算销售收入,合并逼销不完整,以及应收账款重分类,继任预付账款的情况。 记者致电利源精致证券部询问关于资金去向问题。 工作人员回复称,一切已公告而准,某券商资管人士也对记者表示,目前利源精致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再未受到严重影响。 但未来公司可能支付相关违约金、法系,将对公司的险金流,以及业务开展产生不利影响。 据此转型,利源精致是一家旅业制造企业,其中产品就包括用于生产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外壳。 利源精致创建于2000年,2010年在深交所中小板挂台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吉林胜第五富豪王民张永霞夫妇,2014年,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利源精致于当年12月底发布定增育案称。 公司将进去轨道车辆行业并转型,成为高端装备制造商。 根据定增育案,公司已不低于19.32元,每股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600万股A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移木及资金总额,为不超过30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轨道车辆制造及旅行财身加工电设项目。 产品主要用于动车高铁列车、乘铁和货车等轨道车辆的车体材料。 此项目将与日本三井物产金属共同实施完成。 资料显示,日本三井物产金属成立于1987年,隶属于三井物产诸事会社,简称三井物产金属资源本部管辖。 三井物产拥有三井物产金属100%股权,而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之一,有六大核心业务领域和12个营业部。 早在2014年2月7号,丽元金属就与三井物产金属签署了轨道交通制造项目协议书。 丽元金属负责提供轨道车辆制造所需土地、工厂设备等的投资。 三井物产金属负责提供日本轨道车辆制造技术人员,以及轨道车辆制造技术、设计、自动化系统等技术信息,同时负责车车的销售工作。 2015年6月,丽元因制修改了定层方案,将目资总额由30亿提高至40亿。 不过,这项定增日案,随即在2015年10月被取消。 2016年3月,丽元金属再次发起定增方案,并获得了证监会的核准批文。 丽元金属通过全资子公司沈阳丽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简称沈阳丽元。 实施轨道车辆制造及旅行财生加工建设项目,项目投资估算总值为55亿元。 根据定增方案,利元金属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26362.04万股,发行价格为11.38元每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0亿元。 发行的对象包括坚实期货,有限公司,青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城国泰州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生写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阿拉山口市鸿通股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北县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八家机构, 建设期内,该项目总投资额节节趴升,今年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沈阳利元的实际投入金额为93.71亿元,其中今年上半年的新增投资额为2.6亿元。 此外,利润金字回复交易所的公告中显示,2018年1到9月,以累计对沈阳轨道车项目,新增投资近7亿元。 公司前期公告指出,地铁车辆整车让车试制计划,在2017年春节前后完成,后一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原因退出至2018年7月底。 财富证券在今年5月份调研利元金字时指出,公司的样车市制进度略低于预期,目前还没有完整成型的车辆,后续的调试安装等工序上需时日。 根据定增预案,利元金字表示,公司通过本次木头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具备年产轨道车辆2000辆的生产能力。 其中,公司将先增年产可运轨道车辆1000辆,铝合金货车1000辆。 利元金字预计,本项目年均营业收入经营期平均为124.26亿元不含税,利润总额经营期平均为14.55。 亿元,税后利润经营期平均为10.92亿元。 自救之路,除了定增募资之外,利元金字也通过民间借贷、股东借款、融资出力、银行贷款等形式为沈阳利元书写。 对于沈阳利元项目支持位的预期,利元金字且是称,主要是受两方面原因的影响。 一是,受融资环境的影响,随着项目进度的不断推进,公司融资越发困难,影响了项目为款的支付。 二是,收工应商供货延迟,公司流动景区挤等因素影响。 轨道车整车让车市至近占不及预期,导致后市市场开拓工作无法开展。 利元金字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9月21日,公司有息负债总额77.38亿元。 截至2018年10月19日,公司预期债务高达22.68亿元。 其中,14例元债利息5180.04万元,股东借款为5.76亿元,民间借贷为9.25亿元,融资租赁为1.72亿元,银行借款为5.53亿元。 由于债务陆续运约,众多债权人今年年中对利元金字提起诉讼,相关法院查封了利元金字及子公司审能利元部分房产。 利元金字今年9月公告称,查封的土地及房产还轮后查封的账面净值是2.38亿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5.48%。 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8.13%,被司法查封的土地,房产资产未被限制正常使用,目前对公司至常生产经营未造成影响。 此外,利元金字及子公司审能利元,共20个银行账户也遭到冻结,申请冻结金额约1.5亿元。 利元金字在回复交易所问询寒中称,从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时间看,银行账户被冻结,最早发生在2018年4月4日。 2018年5月28日至5月29日,宁夏天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宁夏天元冻结银行账户数量17个。 不过,利元金字在回复交易所问询寒中称,被冻结账户的数量占比较小。 截至2018年8月7日,公司即省良利元,共开立了103个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数量20个,从数量上看,被冻结的账户占账户总数的19.42%,公司的大多数账户仍未可使用账态。 主要账户未被冻结。 资料显示,宁夏天元为宁夏首付贾天将所控制。 贾天将通过宁夏天元盟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宁夏天元100%股权。 宁夏天元与利元金字于2018年1月签署借款合同, 约定宁夏天元借给利元金字2亿元整,借款年利率为6%,借款到期后, 利元金字未能依约偿还借款。 随即,宁夏天元将利元金字与实控人盲民张永霞夫妇诉诸法庭。 11月22日,利元金字披露该向诉讼的进展。 公告显示,在原告为宁夏天元的诉讼判决中,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利元金字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约1.38亿元, 并承担予期利息。 此外,原告方就利元金字持有的沈阳利元30%股权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收藏。 利元金字时控人王明、张永霞夫妇,从2017年开始抵押手中股权,参与民间借贷为沈阳利元书写。 轨大车辆制造及旅行财神加工电设项目,也让王明、张永霞夫妇陷入窘迫,追寻高铁梦的路上,王建新计位,利元金字9月26日公告显。 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收到董事长王明的书面辞职报告,王明由于申请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王明辞去公司董事长后,在由副董事长王建新带为旅行职务及驻职股东大会,王建新为王明的儿子。 此外,王明与王建新于9月25日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王明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将持有的公司,17,588点议令。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4.48%,包括上述股份、应配股、送股、转分股等而增加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合体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出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力之外的其他权力委托,王建新停使。 截至目前,王明、张永霞夫妇及王建新持有的立元金制股份,接近全部质押,并已被法阅司法冻结和轮后冻结。 面对如今的种种危局,沈阳立元项目能否尽早投产并交货,成为立元金制摆脱困局的当务之急。 对此,立元金制去2月4日,在神交所互动,一上表示,目前立元金制及沈阳立元日创经营活动仍然保持正常运转。 对于目前的困难,公司积极考虑,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筹措相关资金。 牛散鞋能过背套,今年以来,诸事不顺的立元金制股价跌跌不休。 在此情况下,董事长王明一度表示,要进行增持,立元金制于2018年2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长你增持股份的公告。 董事长王明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亿元。 根据该公告的内容,王明先上计划增持,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8月23日,立元金制在回复交易所的公告中表示。 经查,王明自2018年2月23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被买卖公司股份,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指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前三个月被买卖公司股票。 截至至2月7日收盘,立元金制报收3.22元每股。 今年以来,立元金制股价跌近期成,赤字正发约90亿元。 随着公司股价的持续下滑,当初参与定分的8家机构,大多深陷其中。 相较当初11.38元每股的发行价格。 截至2月7日,跌幅为71.70%,截至今年三季度目。 除长城国泰州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持之外,其他机构在此期间并未进行过增持。 其中,金石期货有限公司,安徽省铁路八家基金顾办有限公司,阿拉山口市鸿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并未减持。 而前海财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新瑞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所减持。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早已不在前世代股东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立元金制版程定存之前,牛散谢人国就现身立元金制前世代股东名单。 2016年三季报显示,谢人国首次现身立元金制前世,明无限受条件股东名单,持股1362.33万股,最后近两年的时间里。 谢人国持续加仓,截至今年6月末,谢人国持有立元金制造2649.67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18%,为了第四大股东。 不过,自从2017年4月开始,立元金制持续因跌。 今年三季度,谢人国出手了18.60万股立元金制股份,从第四大股东下滑至第七大股东。 半年报显示,立元金制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6.44亿元。 立元金制也将遭遇上市以来,全年度业尽受亏。 三季报显示,立元金制预计2018年度,净利润亏损11亿元至15亿元,未应对目前流动资金紧张的情况。 8月13日,立元金制恢复深交所关注行,未应对目前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 公司正在向金融机构申请11亿元左右的贷款展期,并预引入具有国有背景或者具备更强资金实力的重组吧。 不过,立元金制10月31日公告称,尚未签订相关战略合作协议或一项协议。 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最新进展,立元金制证券事务部工作人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尚无实质性进展。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